第38题质量500克的物体在水平地面上受4牛顿的外力作用 其VT图如右则下列叙述何者错误 如果我们直接带F等于MA 那我们的质量500公克就是0.5公斤 我们加速度不知道我们的外力是4牛顿 我们就会算出A就是8公尺的秒平方 看起来选项A是对的 但是不是 因为我们看到我们的VT图长这样 那么这还是我们真正的加速度 那么根据我们上课所教的VT图直线球加速度面积球位移 那么我们A就是等于ΔTΔV 0秒的时候速度是10 5秒的时候速度是25 那么我们会变成5分之15 是3公尺秒平方 所以它的加速度是只有3 所以我们的选项A的叙述是错的 那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呢 那是因为这个F并不是我们外力的合力 我们外力的合力才会产生一个真正的表现出来的加速度 所以我们施力的东西有一个4牛顿 但是会有摩擦要扣掉之后 会等于我们的质量0.5 然后加速度是3 所以4-F会等于1.5 所以F就会等于4-1.5等于2.5 所以表示我们有一个摩擦力是2.5牛顿 所以选项B是对的 选项C说物体在外力作用时间加速度维持不变 我们看到VT图是一条斜直线 我们知道VT图斜直线表示等加速度运动 所以加速度维持不变是对的 选项猪说在外力作用时间动能一直在改变 这个当然是对的 动能是1.2mv平方 我的速度一直在变 所以当然我的动能就会一直在变 所以选项猪也是对的 所以第38题问我们说 则下列迅速何者错误 我们答案选的是A 此物体的加速度为8公尺每秒每秒